小王住在宁波北轮区 他说家里是十多年前装修的 厨房里的燃气热水器也用了十多年 去年十月份想换台新的 老人家喜欢稍微便宜一点的 然后就依他嘛 反正也有品牌嘛 还是都大牌子嘛 对吧 完了我就给他买了稍微差不多的 我们用了十年他出问题 我们这个什么的话都不说了 是吧 但你看现在就烧成这个样子 小王介绍 7月7号晚上8点多 新的燃气热水器出状况了 当时他父亲就在厨房外面玩电脑 先发现了异样 我爸就喊我了 他说这个好像有问题了 不知道会不会起火之外 我就赶紧下来 我就看里面有一股焦味 首先是吧 然后烟又很多 看就这个出了问题 整根线就是麻花状的 麻花状的有个焦炭状 然后这里燃气管道就烫了一个口 烧了一个口 这个红的是什么管的 好像是那个通天然气的 对你看出了一个小口了 你看 那再晚一步的话 这个东西万一出现点火花什么的 房子都点了 这下下还是很后怕的 这个事情就是说 小王说 当时立即拔掉电气插头 断电 关闭燃气阀门 一番处理后 电源线没有继续冒烟 热水器是在京东平台的 海尔燃气热水器旗舰店购买的 他联系客服后 有人上门了 过来了一个我们当地的专门负责 安装维修的那个师傅上门了 他也是拿个电表 东侧侧东凉凉 拍拍照 不知道什么原因 结果就是说 他说我给你换一个 要么就是把钱给你退了 我的要求其实也 也退一赔三嘛 出现了这么危险的一个事 你说给我换一个 或者说给我退我钱 那我就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父亲的心理接受不了 京东上的海尔燃气热水器旗舰店 由海尔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营 记者通过企业联系电话 向对方反映了小王的情况和诉求 小先生我先联系一下 这个京东燃气热水器旗舰店 对对对 好好好 我联系一下 记者也向网店客服发送消息 希望了解相关情况 客服回复会有专人电话联系处理 截至发稿 记者还没有接到海尔集团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回复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再报道 再报道 会千金建筑 û 部分 浅 废 戴 楽 甘